没想到还真长了点本师 那两个五指山呢 这这三头的实力怎么变得这么强了 我的天庭啊 我的天兵天将啊 李爱兴快去帮阵收收师 不能让他们报十天外 是 玉帝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 没想到天庭竟然遭此重创 看来我活门活该大心呢 怎么样 我演的还可以吧 一点都不专业 你衣服都没脏 这方面咱们还是得学学巨灵神 加心 必须加心 大胆脱猴 竟敢大闹天宫 残杀天兵天将 你可知罪 这发生什么了 来活了 大王 看样子是如来看上了你们的财宝了 那怎么行 这些可都是我们辛辛苦苦收来的 就算是如来我们也敢一战 小猴子你快躲起来 一会儿我们打起来小心伤了你 好的大王 没想到这一地有了 已经战神之后 居然这么膨胀了 居然想要套路如来 也好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那我就来帮你们一把好了 想要金丹 那就从我胸口上踩过去吧 如今我们的实力可不会再任你容你了 这三猴不说我还没想到 我帮玉帝压住三猴 收取一些金丹作为报酬也是很合理的吧 哼 废话少说 五指山 来得好 吃俺老孙一棒 还有我 没想到还真长的点本是 那两个五指山呢 这一处三猴明显不知 玉帝剑子便知道机会来了 直接给了李静一个眼神 然后钻进了塔剑内 开始与塔剑内的中间一起 为李静提供战力加成 好家伙 让我强行背过是吧 行 这不我忍了 看我来给你假把火 只见玄小莲 也化为一道流光 钻进了塔剑内 并化作一个小仙冠 跟随众仙一击 直接将自身力量 加成到了李静身上 这让李静突然感觉 自己此刻 就是全场最亮的仔 这一击 就算是如来也接不住吧 三猴刚刚还在抵抗 两个五指山 没想到一个黑眼掠过 五指山连带着如来 直接消失不见